口气会过大了呢 其实要说起来这个事比较错 因为中国IT做互联网的最早那几个人 我们都还是认识 比如说 我混那个时候 世纪家园才刚刚开始起步和 和那个 MSN打通了丘导口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的哥们还没有成为猫铺的老大 新鸣也天涯也没做得怎么样 那更别提现在的一些网站 比如说阿里巴巴和淘宝了 那时候淘宝还在我做的私人网站 里面走过那个猪总告 大概一个用户25块 当当的 他至少是比我们还正贵点 好歹是美资 我们都是属于货政价值的民营 你刚刚说你的哥们 你们一起混的时候 有猫铺的 有什么什么知名网站 他们都成功了 对不对 最起码比你现在成功 那你为什么今天还站在这个舞台上面试呢 我今天娱乐为主 你不是来找工作的 也不是这么说 因为这个东西 你现在我这个阶段 应该说不是找的要工作 应该说是找的老板 很多东西是你要跟老板一起配合 你才做出来 说一个你很具体很具体很具体的一个项目 不要绕 怎么样从死做到活 对 很具体 很具体的 很具体的嘛 我之前在一个 之前的网站叫一大把网站 叫什么名字 一大把 一大把 一大把网站上面的 所有网商项目 是我从零开始做出来的 然后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在北京电商圈是比较有名的 至少习明他就去说是希望我陪他一起玩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太好玩 因为他也能讲讲你是怎么做起来的吗 另外这个一大把到底是做什么东西 而最后做到 B2B 做到PV 做到多少 还是做到访问量有多少 收入有多少 更具体的结果 收入是我不方便说 但是我可以跟您杠中说 在艾瑞的排名上面 一大把的商位网站排名是全六 然后他的 排第一的是谁 排第八八 排第五的是谁 仅仅高于你的那个是谁 仅仅高于我的 我就知道第二是会冲了 第五和第七是谁 就知道一大把的多厉害了 多厉害也不太好说 因为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思路就是 如果有人买单 这就是好东西 你在台上说了这么多 我很多听不懂 但我有一句话我听得懂了 你真的是上来娱乐的 但我不知道是你来娱乐我吗 还是我们来娱乐你 我请你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 告诉我 你要找的这份工作是什么 举个例子 那我希望是做的是渠道合作 你把你所有的一个媒介的邀请 以后报给我 我来跟你做 怎么这个人感觉很轻浮呢 好战所有老板的耐心吗 你是不是更喜欢到一个企业 做的是BD 或者叫战略 完全崭新的方式 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BD这个词 就企业发展 因为BD有一个这种现状 有些公司BD是要被销售额的 但是如果您那边的业务 我不熟悉 我不可能直接告诉 直接告诉你说 我就跟你被销售额 如果我没有这个相关客户 我怎么转化成销售额 这个东西要自己 我明白了 他基本上就是想找一个 指点江山的那么一样一个工作 指点江山也不是 但是呢 又不想被承担太大的责任 哦 就说他 我明白了 谢谢小辉 就是他想找一个工作 就说这工作还挺牛的 还不承担责任 对对对 我也想找这样的工作 这是一个平派一点 一个批评一下 我一直觉得他说了很多东西 听不到任何他实际做的东西 也问不出来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最多曾经在什么项目 赚过多少钱 最多的 我接过30万的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我甩了 我自己一个人赚的钱 也就是属于是 帮他写了一个策划活动 然后我给他安排发布 然后那个东西呢 我大概收了两万 就是最多你一个项目赚的钱是两万 是吗 对 蛋哥 我想问一下 刚才你说你接那个30万 是你们工作中接的 还是在你那个平时 那就是属于私活 你平时还接私活呢 不不不 就是因为私活再忌讳 我才不接 因为私活没有接 还接私活 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很浮躁的行业 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 其中有的成功的 有的可以永远像这样子 夸夸其谈 只上谈拼 永远做不出任何成绩 只通过贬低 打击 吸的朋友 来致命自己的强大 我希望你能够在未来 更加的踏踏实实 做出成绩 心甚于言 小伙子呢 有冲动 想干大事 想去各位的公司 指点江山 让不让去 就是你们的事了 现在12位 你们选择 让罗坤 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好 有四家不怕死的公司 留了下来 你要向他们证明 天真我有财 我不认为你在对互联网 真的有非常了解 互联网都懂的人 其实就代表着 他什么都不懂 网易邮箱 我有3.6亿的用户 那么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中国第一的一个 一个中文的一个邮箱 那么我跟巨美优品 能够有些什么资源 能够去做整合的呢 在你看看 你认为我们两家网站 可以有些什么整合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传播网站 他现在都在通发EDM 来推送他的一个产品 来产生一个量 但是这个东西来说的话 他大部分EDM的打开率 或者说那个反馈 或者数字是很低的 这个情况下 能够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我建议你 在讲的时候 不要用一些模糊的语言 例如你认为 多少的打开率是低 如果你是说 EDM广告邮箱的话 大部分打开率 是低于万分之五的 多少 万分之五 OK 你先继续讲 网站用户 他愿意上网 一个更大的因素 在我而言 就是他对你内容 的一种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你更新的是 什么内容 我有一种兴趣 同样的邮箱 打开邮件 我也是一样概念 我不知道你给我 发的广告是什么内容 但是我愿意看 你稍等 你稍等 你的这个描述 因为我不懂其他的 但是你说 因为我用 我是网易的客户 我就打开这邮件 我明确的告诉你 如果我看到 所有的邮件 我开都不开 我直接就删除 这就是真实的用户 我相信 这个邮件 它有一个前提 它应该是 不那么容易被删掉 或者说删掉这一次 下次之后 你会看到前面的 你以为 你以为你会搞死我 就是我的这个 我删了你再发 我删了你再发 那我相信 一定是我搞死你 你发来我就删 你发来我就删 所以你的理论不成立 所以邵刚 你知道他为什么 他说那个邮件打开率 只有万分之五吗 那是非常非常低的 他就靠不停地 给你发垃圾邮件 然后被你不停地删 我的前一公司 打开率是万分之五 但我现在自己做的 广告邮件 打开率是超过百分之三十 我相信这个数字 超过多少 百分之三十 这两个数字 这两个数字 都是不太靠谱的数字 那你讲一下 百分之三十一怎么做的 你这百分之三十怎么做的 我就是一个 标题档 加一个内容猎奇 那你说一下 比如标题档 养育那不是女人的女人 泰国普及 我因为我现在做旅游行业 那我接着问一下 百分之三十的 打开率之后 有多少人会接着 点回到你的网站 因为你刚才标题档的话 它可能会吸引人 我现在只能这么说吧 点回到我的网站 我现在没有加成代码 这个还不好打 目前的表现来讲 他对自己在做的那个行业 是在深入研究的 但是研究到什么样的 水平跟层次 希望他能够给我们 更多的一些判断 罗坏啊 你习惯性的说 我相信 你凭什么相信 就你的那个不靠谱 容易让我们觉得 你是个骗子 你是个疯子 为什么不要让 给我们一个印象说 你是一个正常人 没想过这事 这个也是属于是 纯粹玩互乱网 那几年逼疯了 因为我们之前 搞互乱网 都是属于这种人 一天有十八个小时 都是在线的 我在公司工作 我可能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去见客户 那也不敢这么搞了 因为客户 你得罪他 你就完蛋了 那你找工作 不比见客户 还要重要吗 来吧 四位 请选择 让小罗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 这个结果相信 很多人都会很意外 李华哲和李国欣 为什么 难道李国欣 认为他是个天才吗 我觉得他说那些数据 都是靠谱的 他还真是蛮懂的 比如我几个例子 说邮件 电子邮箱 跟其他合作 如果群发 没有选择性的 群发一批邮件 经常的点开率 就是万分之五 当然在本公司 没发生过 当当网的 因为都是自己的 老顾客的邮件 那打开率也不过 就是百分之八点几的 打开率 第二他又收到百分之三十 却有百分之三十打开率 如果特经 比如当当做过的 把买过上卷 买过一 张绍刚出的书一的人 又给他们发一遍 说他又出了二 你买不买 那足足有百分之三十的 打开率 就说挺靠谱的 他说这些数字 所以你觉得 国庆里你是觉得 这种不靠谱 是他的表达方式 他的形体 他给人的感觉 当然了 这也就是 他影响他的发展 如果今天在座的 不是高管 那人力资源一面试 基本就把你给删除了 好 现在有两家留了下来 你有机会和这两家 谈钱 不伤感情 这个 我们新成立一个BD部 有BD的副总 有总监的位置 也有经理的位置 我跟你这职位呢 叫陪聊 比如我们几对网 要向互联网上 在用带上面 再做做努力 我们要想找一些应用 找一些很核心的 技术的应用 我想呢 咱们一块可以做做实验 谈钱的事 自己来 那先从李总开始吧 对 李总 您说吧 你是25岁是吧 工作了 你认为从高一开始 就是玩互联网 混合玩了九年 是吧 25岁 那么如果你 你适合我们这个BD经理呢 这个经理是六到九千 就是我们六千到九千块钱 睡前 如果是总监呢 那么是总监在这个 一万二到一万八之间 那么还有齐全 所以你让我现在说 我认为你至少胜任 我们的经理 六千到九千 能不能接受 OK 能接受 是吧 等等等等 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 上一个工作 上一个工作 我现在还没离职 不说下午给您 下片台下给您看一下 你现在还没有离职 对对对 所以你的老板将会通过 电视节目知道 你要离职了 这个不一定 那你的收入是多少 你的收入 大概收入多少 我现在 如果 我现在的年收入 已经到十了 十万 对 不算还 那个干私活的钱吗 是不是 我现在因为 各公司 很不会干私活 这个事不太敢搞的 对对 因为不允许干私活 OK我知道 徐总 我一月就两千 刚够你打车费 但是而且我还给你 我就跟你工作一个月 这一个月之后 如果说 我觉得你确实是有料的 呃 那我们再谈 再来谈你要什么样的价钱 我现在给你